因为我第一次想到的是,就是先判断B栏里面是空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的线是名称 然后这个就把它搬到它隔壁来 那是不是说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啊?是不是说还可以 如果它隔壁是空的,那它的下一列到底下空的这个范围 所以应该是直接就搬到这边来 搬到,应该空一个,搬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的名称的话就让它重复 这样其实也是OK的,只是说你们可以想想看 那这个也是range的概念 主要就是什么,那个range.copy 底下这个就range.copy到这边 这个应该画错了,应该是这样 就是这一个范围,call到应该是行政区跟邮地区这个范围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再把它复制 再到这边 这样又是一个逻辑 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啦 这个程式其实也有点复杂啦 所以我先来看一下 我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这一段 那各位可以在第七页的地方可以找得到 那我把这一段先copy一下 我先放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里的话呢 基本上呢,我们主要复杂的地方 那我们的设计 这是什么 感变 啊 谢谢 大家 mów cuanto 那